新一代的MINI ELECTRIC 忽然間來了香港 沒想到這輛車可以這麼快來做預測 這輛全新的MINI ELECTRIC 今天 2月1日會在香港正式推出 我很幸運早幾天可以來率先看看 編號J01的新一代三門版MINI電動車 MINI在去年推出了新一代Countryman電動版 今次這輛是品牌的第二輛純電動車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新一代J系列MINI Cooper 三門版會有兩個不同的系列 一是純電動版 第二是汽油版本 汽油版本是英國製造 今次我們看到這輛純電動版是在中國生產的 雖然汽油版和電動版的外表是一樣 但是底盤平台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底盤平台是以一個純電動車的設計 香港版今次引入是一個最頂級的型號 Coopers SE 連同全套JCW的Style Kit 今次這輛車最吸引的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價錢 Early Brake這個價錢是$279,800 不過這輛車的交付期就要等到今年第二季尾 第三季尾 暫時都未知那一換一計劃 在3月31日完結後有什麼新的安排 代理就說大家如果在網上下了$2,000訂 給了一個基本的意向金之後 如果到時價錢有變化 那個訂金可以退回給它准買家 現場來看這輛車其實體積大過以前的三門版MINI很多 加長了13mm 擴闊了29mm 升高了28mm 最重要就是那個軸距 現在的軸距是25-26mm 增加了31mm 今次來到香港預覽這輛其實是內地的版本 但是它的外觀和車廂包裝和日後到香港的版本基本上相同 最明顯就是整輛車今次是standard了 配一套JCW style kit 首先包括了車頭的擾流包圍 還有一個比較巨型的車尾翼 車尾底部也有一個diffuser 另外就是18吋的JCW輪圈 這輛車也是可以選配JCW的紅色車頂 還有車頭有一個格子紅色的stripe 還有紅色的側鏡 今次這輛新的MINI J01 配了54.2kWh力電 前至馬達前驅 馬力比上代增加了很多 有218匹 扭力330Nm 0-106.7秒 最多人關心就是Range 可以去到402km WLTP 上來這輛新的MINI的感覺 跟之前的Countryman很相似 包括240mm 9.4吋OLED High Resolution屏幕 基本上整輛車的車廂 跟Countryman很相似 整個設計很簡單 但你也看到有很多深思細緻 正如我上次在Countryman的影片已經說到 它這個OS系統也是最新的 MINI的OS 9 即是第九代系統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在這個螢幕上控制得到 很簡單的 它兩邊亦有些快捷件 損取溫度 還有一個feedback 有些聲音很有趣 甚至你叫它Hey Mini 它便會有一個assistant 幫助你 像現在這樣 另外比較特別就是 這個螢幕後面有兩個投射鏡頭 可以投影不同的pattern 上去標板上 下面這裡主要有一個控制台 就是有一個parking brake 有一個波棍 有一個他車掣 還有一個experience mode 所有駕駛模式都在這個掣上選擇 原裝就是配了一個harmon kardon 10 喇叭音響系統 下面中間這裡有一個手提電話的充電板 兩個杯架 還有一個原裝的儲物夾 JCW 版本就標準配了這個是桶型的座椅 上面就是用flet brake去包裝 下面就是一個皮夾 三門版MINI第一次有電椅子安排 前面兩張都是電椅子 司機位甚至有按摩功能 非常豪華 這個軚盤也是JCW的款式 很有趣就是中間這個spoke 其實是一個尼龍 我覺得這次三門版MINI的車廂空間 真的大了很多 尤其是左右的距離 後座這次也合理了很多 最後就是一個全玻璃頂的設計 旁邊天窗兩邊都有一個氣氛燈 這車原裝也配了全個Active safety系統 這次它這個車尾燈其實跟countryman一樣 有三個不同的款式格式可以選擇 另外就是它整個行李箱的容量 容量是比起之前大了很多 下面也有一個儲物的暗格 不過這輛車的車頭就沒有一個行李箱 哇 今次看完這輛Cooper SE的JCW style edition 真的挺吸引 真的有點心動 是不是應該快點下了2000元訂 簽了一些簡單文件 先不要想到時一門一怎樣 是不是比較穩陣呢 今次這輛Cooper SE電動版 就會連同我新的countryman 展出至到三月底 大家有空可以來到荃灣showroom 看看這輛車 今次來到荃灣 除了看新的三門版Mini Electric之外 其實代理最近公佈了這一部Mini Electric Countryman 整個系列的價錢都比之前再吸引了很多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駕駛艙的網上報道 合作者 請來便宜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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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更為